像这样,有好多工作表,那你可以按下一个按键 它就自动会帮你跑一个,然后换下一个,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然后跑完之后呢,自动再切回来 所以这边的话,等于多讲了一个叫SHITS SHITS物件刮斧里面第几个嘛 第几个的话就是,这边的话SHITS哪一个? .slater,OK 那清除的部分,不过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刚刚在跑这个程式的时候 它这个画面,基本上你会发现,它好像会一直重叠 主要是因为点slice,是有点像切过去 然后新旧画面它没有重新绘制 所以会造成好像有点点,画面有点卡卡的感觉 然后清除,清除我刚刚有再加了 就是把那个刚刚的回圈拿掉了 刚刚好像多这个回圈,Fornace这个要拿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Fornace主要是针对 什么呢?sales的下一列,下一列,下一列,下一列 那基本上range就没有下一列 因为整个范围嘛,你就不需要再重新再给它 所以你会多持,所以我刚刚这个两行没有拿掉 基本上的话,只要,所以如果清除的话 基本上只要这样就好了 拿掉,这个拿掉 所以Fornace,然后里面这个的话 理论上就不需要多缩排了 所以你可以按shift加tab,让它凸排 就OK了,所以假如说你要清除的话 最佳化版本,就是在这里面加一个这个就OK了 好,另外的话呢,底下 那因为这个 这底下这个写法 恐怕优化也许没办法像清除 因为清除的话,做一样的就清楚了 那考评的话呢,就没有做一样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们这个没办法做优化了 那,可是之前就有同学问到说 是这个地方喔,跑程式的地方 虽然不是很大问题 但是问题跑下去之后的话 它画面会怎么样 会一直在重叠 而且跑的时间 大概差不多8秒钟左右 我让它算一下 就是执行它之后 就是大概1,2,3,4,5,6,7,8,9秒 有点10秒 大概差不多这个时间 那你想说,老师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第一个,不要让这个画面 一直在这样重叠的感觉 不是很OK 其实跟各位讲,你们可以记一行程式 这一行程式,我觉得好处很大 很多啦,什么样 因为第一个啦 如果你不希望画面一直在重叠 感觉好像有点那个 显示卡坏掉那感觉 那第二个 你希望让那个画面的 执行速度加快的话 其实你就只要把这一行记起来就可以了 什么呢? 第一个,不要让画面更新 那如果不要让画面更新的话 接下来你可能需要再记一个物件 叫做Application 那Application指的是什么? 特别注意哦 其实我们现在学的VBA 有没有 A这个部分的话 实际上就是Application 那Application是什么呢? 你会发现这边有没有? 所以你不会PIN的话没关系 你就是上面有 没有S 那这个Application指的就是Excel本身 也就是说呢 我今天如果我希望 刚刚那个画面一直 这个重叠不好看的话 那你可以什么? 呼叫Application Excel 点一下 里面的话呢 它有一个方法 画面不要更新 画面的话叫Screen 所以你打个S 其实你打个S 你会发现哦 就会有个属性 这个属性就是设定值 设定什么呢? Screen Updating 画面 画面更新嘛 如果你要把它关掉的话呢 就什么? 等于 你会发现哦 你按个等于 它后面就会给一个开关 那我刚刚讲过了 True 就是0 就是关闭 不 False的话就是0 就是关掉的意思 True就是要 那如果说我想要把它关掉的话 你就是什么? 把它加一个False就可以了 或者加一个0也可以 加False OK 好 那意思说 画面不要帮我更新啦 因为更新的话呢 第一个丑丑的 第二个的话呢 你如果不更新的话 它有一个衍生性的好处哦 因为你画面不更新 有没有 它的执行速度会变快 我刚刚好像跑10秒都还没跑完 现在的话我按下去 1 2 3 3 3秒就完成了 所以你会发现哦 如果呢 你在程式里面 加了这一行 把画面更新关掉的话 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哦 它画面 我这样 好了 它画面不会乱闪动 第二个的话呢 执行效率呢 增加了至少 快了至少 一倍以上 OK 所以哦 你会发现哦 只有加这一行 效果就这么明显 那你想说 老师它清除可不可以 其实清除也可以啊 也就是如果像清除哦 我不像 不希望那个画面一直在闪动的话 一样嘛 你就是什么 加一个application 有没有application 如果你不会拼的话 请你看上面 就这个application没有s application点 点下去 然后画面就是screen screenupdating 等于false 等于false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啦 以后呢 如果你要针对什么呢 针对Excel里面的相关设定做调整 其实在application里面都有很多 那你想知道更多的话很简单啊 你就什么 点一下就有了 里面哦 就通通都一大堆了 包含 刚刚那个screenupdating 另外的话还一大堆啦 这个可能 如果有兴趣同学可以再了解 比如说你想要怎么 控制哪一支程式要不要执行 或时间到再执行 它里面有on time方法 有没有on time 时间到 有点像闹钟执行 很多啦 像什么on repeat on key 等等的 其实这个 其中我刚刚提到 on screen screenupdating 等于false ok 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清除 你会发现清除 哇变快好多 1 2 3 3秒ok 至少那快了2倍了 清除的话呢 哇 刚刚好像要2秒 现在可能1秒就ok了 而且你会发现 因为画面没有在那乱闪动 所以感觉 城市变得清爽很多 事情就做完了 ok 而且感觉好像这个城市 突然间变得比较专业一点 因为不会感觉 这什么城市卡卡的 其实如果说你们用录制聚集的话 录制集有一个缺点 因为录制聚集都是记录你的画面的动作 所以呢 录制聚集很容易会一直在那边乱闪动 然后执行效率非常非常的差 好 所以这个地方提供给各位参考 就是 增加一个什么呢 application.screenupdating ok 那这个是第一个 增加效率的好方法 ok 就加这里 尤其是你画面会切换的时候 这个就有必要 把它加上去 那待会的话 这一题大概就先讲到这里 待会的话 请各位 再帮我开启 检视与参照里面的325这一题 那基本上打开来之后的话 其实我们的需求 各位可以看 基本上 左边的两栏 其实就是直接来源 右边的中间隔一个一栏 这个右边的四栏 就是呢 我希望把B栏里面的资料猜到这边来 那猜的规则就是说 本来是纵向的四个栏位 四个储存格 变成横向的四个 1234 变成1234 有点向转置 但又不是转置 又不是说 因为转置的话是 重向变 pharmacy 这个地方是 这一栏 变成1234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前面了有榮位名称 冒号,这个是多余的,要把它去掉 只是说这地方怎么做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把纵向的这一栏位的资料 变成横向每四栏折一个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请各位先试试看 待会我们再来看这一题,怎么完成